如果跟你說給你一個月時間 目標就是做一萬個車仔麵 你會怎樣做? 看來都是離開個筷子吧 做開高級食材批發的村爺 7月的時候決定落地開鋪賣車仔麵 千選萬選,選中油麻地行李頓街 主打學生歌Lunch Time生意 最近那個月就來過三次 然後我覺得這裏的食物 分量比其他車仔麵擋得比較大 而且這裏也挺划算 20元就三個菜 而且沒有一份價錢的菜 而且學生會送來野飲 村爺投資了100萬 選了這間300呎 只有14個位的店舖做生意 為了省位,客人選食 全部都在店外進行 一路排隊一路想 這樣就可以縮短時間了 餵,就只有這麽多了 這個方法就可以快快手做多兩轉客 其實反過來 食客都是一樣 快快快 所有烹調的方法 現在一個午市兩個小時 可以做五轉客 即是70人左右 大大話話,一個月真的做到一萬碗麵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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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